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和松太的频道 大家今天感不感受到 感不感受到那个热力的澎湃 肯定很灵 下日严严 松太进来我这间studio的时候 是慢搬的不愿意 因为我们这里 为了 首先是没有风扇 因为风扇吹的话 录音会有问题 然后又没有冷气 因为要打口罩 对 要打口罩 然后又没有开窗 然后又关门 我的房间完全是一个半焗炉的状态 所以这一集 辛苦你了松太 不是 你也很靓 其实我也靓的 但我这个就是叫做烧脂方法 因为我需要烧脂 我那些不是脂来的吗 因为都在烧着 基本上是当焗桑拿的 究竟今天有什么要跟大家说呢 事不宜遲 马上去片 你最近有没有看松仔的吗 蛤 你说过肥仔 对啊 他常常说肥 但我就常常叫他吃东西 老实说 他真的很肥 蛤 老实说 老实是谁 对啊 老实不是人来的 难道是神 神鬼神马吗 我说了松仔 谁在这里说我 哎呀 被他发现了 没有啊 我说你英俊 不是啊 你刚才说他肥的 谁说我肥 走鬼啊 好了 大家看今天那集 很多人都在等着我说这件事 就是因为昨晚做节目的时间呢 他才刚刚出炉的新闻 那我们未准备得及了 那这个呢就是啊肥波波呢 就是这次呢 是被人彻底玩者 那收到这个 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给他一个预先的报告 嗯嗯 就是advance 给他先看了 那就说明呢 下个星期一呢 就会公诸于世的了 是 那还有呢 也有一封 类似一封 保密的信件 给了他 那他看完 那我们 现在普通人呢 是完全不知道 报告的result是写了些什么 和那封信呢 究竟是有些什么内容的 是 但是肥波波很明显 看完之后是非常生气 然后呢 即日 就递辞职信 就他说他不做这个MP了 但是不是他自己想辞职 而是被这个报告 这个委员会 那他声称 是被这个报告 被这个委员会呢 是逼走的 那就是说呢 我们下个星期呢 有机会见到的这个报告内容呢 就可能是会非常之猛料 嗯 就是里面应该是会涉及到很多 是 就是 就是足以要令到他辞职的一些 一些 result 一些他们的 所谓的报告 发现 一些调查 那肥波波就很不满意了 他就觉得他这个是 是被人 就是 witch hunt witch hunt 是中文是怎么说呢 就是被人逼走的 简单来说 他说 很多里面发生的事呢 都不是 他真实 当时 所做的事 嗯 而是被曲解了的意思 嗯 令到他看下去呢 就好像是要为所有 那时候发生的事负责 那样 那这个就是 他对那个报告的指控 那但是 那因为我们没看过详细的内容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究竟他里面 是给了些什么result 令到他一定要走呢 但当时那个committee呢 就已经放风了 说呢 他是会 给一个十天的suspension 是啊 那但是 因为要suspend他 suspend他呢 就是里面是一些很严重的 他说 他会违反了一些 纪律上的问题啊 或者是 他党里面的一些规矩啊 所以才要suspend他 是啊 那所以他现在就索性不做了 他不做呢 就变成呢 他那个选区 Oxbridge呢 就要有这个 叛选 叛选 就是重新再选过 是 那现在有 有机会啦 应该都不是有机会的 都肯定要的 应该肯定有的啦 那另外就是 他有一些的同盟 就是有一些阿拉 有一些战友 那都是有辞职的 那今天 今天呢 就有其中一个 好像叫Adam 我忘记叫Adam 嗯 本身就说他已经不会参加 下年的 general election 是啊 那但是他现在就将那件事提前 就现在就辞职 那但是问题就来了 因为 他的阿拉去辞职呢 就是有另外一个NP 另外一个NP辞职 就就是有另外一个by election 嗯 那你 你多了两个 election出来 其实是烧银子的嘛 是啊 就是你政府要 首先要做多些事情 去又找候选人 接着又参选 又去讲一下政綱 諸如此类 又要设置日子 给你那个选区的人投票 那便了 把很多的资源呢 就focus了下去 这个选举那里 嗯 本身已经刚刚选完 那你现在又要再选过 那他们其实 保守党是想focus on 24 25年 集中火力 集中火力的general election 现在的时间就是 集中火力拉票了 基本上是 就是他不会告诉你 他是在拉票 但是他会做很多事情出来呢 他未见到成效呢 他已经告诉你 我一定会有个成效的了 那问题的成效呢 就可能在一个 election后面才发生 嗯 就是你不投我票的话呢 那你是见不到那样东西发生的 但是他现在已经在做那样东西 他首先 对了 首先告诉你 语告来的 我待会煮出来的那样东西 我告诉他 保保你好吃 很好吃的 不过你一定要投票 是让我去做你的厨师 那你才可以吃到 就是这个意思 嗯 他这次辞职呢 其实引发到一个 一个我挺想问的问题 但是我看报纸 好像没有人说过 嗯 就是他这个报告 他一路追击他 一路要 就是基本上 目的就是要赶他走 是啊 这个动机很明显的了 那问题是 他现在自己自敏 自己就自行了断了的话呢 那是不是代表 那个追击的行动 就从这个位置就要完结呢 是 如果他继续留在那里 是否就会继续再追击他 所以他才要resign呢 是 这个是 我暂时不是很figure out的一个问题来的 嗯 可能下个星期会有更多的资料 要看一个report出来的mary收 最主要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么恨他 为什么一定要 主死他 喂 你现在手上不让他做 MP都不让他做 你直接要他在政坛那里笑实 基本上是 那他自己在一个辞职信那里 那个表达方式就是说 他觉得 是一个报复来的 一个报复行动 就是因为他带领了英国脱钩 而脱钩 在普遍形之上是失败了 是 那另外就是 这个报复本身有没有意义呢 就是我报复你 嗯 但是会不会我打你 打你一千 打你一千就自损三百先 是啊 那这个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你报复如果是我自己都有伤的 那你报复了什么 那你就是伤到我们了 简单来说 就是伤到我们亲爱的市民 因为那些税是我们提供的 嗯 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他也有说 嗯 里面有一帮人在政府里面 是想将这个脱钩这个现局呢 是扭转 是 就是想入回去欧盟 是 好老实说 好老实说 平心而论 留钩呢 当年我是support的 是 我也不怕跟大家说 就是我是support留钩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脱钩之后 我们的机会 真的不会比留钩多 因为我应该也有说过 我和松太呢 在master的时候 我们做过一篇论文是关于 留钩和脱钩的好处和坏处 那我一班有二十多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写到超过五个point 是脱钩的好处是大过留钩 嗯 就是综合的结论当年 是 那时候未有人 有人讨论脱钩 但是未是一个主流的民意 也都未有任何投票 我说的是09年的那个年代 嗯 就是那时候是 是英国在欧盟里面叫做 是最 差不多最有影响力的年代 是啊 是 找不到脱了欧 对英国的好处是有多大 虽然有很多人说 就是移民问题各样 但是大家有眼看到的 就是你走了一班 欧洲的 那就来另外一班 而且总有人顶替他们的位置 那问题是质素而已 是吧 可能走了一班 你觉得质素不是那么好的 就再来一班质素再低一点 那现在的现实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所以 你说留欧 我没问题 但问题是 现在已经脱了的话 你再放进去 就是大问题了 是啊 就是 你本身在这里好地地 是吧 但是你走了 那别人 喂 那别人欧盟 他坐在那等你回来 他说 哎呀我将我 躺开手臂 你回来啦 回来啦 没问题 没问题 你回来我给你总统做 不会的嘛 一定会比之前的条件更加祸客 就是好像你申请网络那样 嗯 你呢 如果是Loyal customer 或者你续约呢 那就是这个优惠 这个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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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啦 我明明签了12个月 我半年我就剪掉它 是 那你就要给early exit fee 是啊 是吧 你的Modam要还给他 是 那接着你就rolling contract 或者是外面 你觉得其他办法不好 我又要回来 哦 early exit fee 就是你回来 哎呀 那到时就不是这么说的了 价钱又不同了了 对哦 Broadband 大家都知道 要跳来跳去才会有便宜点的 转 supplier 是啊 肥帮就转 supplier 问题是他找不到 supplier OK 即是没有 supplier 肯提供 internet给他 肯接 对啊 没有别人肯接 那他唯有拿回去那个 但是你现在拿回去那个 那那个又不同 价钱 他知道现在他唯一的选择的时间 嗯 就是你出去闯荡过了 你还要回来 那到时那个 bargaining power 就极低了 那现在呢 在那个parlament里面呢 其实有很大部分的人呢 是想回到欧盟 包括保守党 以及工党里面 都是有这些人的 所以 是 所以你见工党啊 在现在这么久一直讲的议题啊 或者民生的事情啊 或者他将来会做些什么 你见过他从来 是从来没有将脱欧挂在后面 没有 就是脱欧对他来说是没有关系 不关我们的事啊 是的 脱欧跟我们的党是完全无关 不是我提出的嘛 是的 他直接是跟脱欧这件事切割 那样 他脱了的脱欧 哈哈哈 脱脱欧 我跟脱欧脱欧 有民意调查做过呢 现在的移民问题 就算现在这么严重的一个移民问题 一年有100万个移民进来英国 嗯 市民很不满意 但是哪一部分的市民不满意呢 根据调查呢 就是保守党的投票的voters 那个支持者呢 是有七成至八成的人 是不满意现在太多移民 是 但是相反如果是努力的支持者呢 只有40多个percent的人 是觉得不满意而已 对于immigration来说 那就是说 努力的支持者 在移民问题上 不是有那么大意见 at least未过半数 是 那当努力上了台一个逻辑的推敲 他上了台 那对他来 对英国人来说 最重要脱欧 其中一样 就是这个移民问题 是啊 就是不想那么多东欧人进来 那既然现在 现在没有了那样东西 但是有另外一班新的人进来 他都不觉得太大问题的时间 那你想一下努力支持者 会想进回欧盟的机会率 会不会是大一点呢 那这个又是一个疑问理 但是好像已经给了分手费了 和EU 进回去是不是可以拿回一半呢 那我填一下涛 那就是early exit fee 那我现在本身就好像 oversea buyer 那样要给oversea stamp duty 我进回欧盟 做够六个月member 是不是可以退回 是不是有税 退 就是呢 今次呢 肥波波呢 被人赶入绝路呢 我觉得 不是因为party gate 那么简单 就是说他没有诚信 或者违反了covid的手法 这个是借刀 那把是借回来的 嗯 其实实质上就是因为脱勾这个局面 是因为肥波波是脱勾里面最大的头号首领 是 那就是因为他带领了英国脱勾 但是脱勾不是如理想中这样发生 嗯 所以后面的人呢 就要root him out 痛到多少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要痛到多少 好了 第二单新闻呢 也是一些网友要求我说的 那最近呢 就是英国有一个council 是Surie 有一个walking 这个地方的council w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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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W-O-K-I-N-G 是 council OK 是的 未免独瘦 W-O-K-I-N-G council 那这个council呢 最近呢 就是破产 那住在这个council里面的居民呢 就很担心 哇 那破产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就是代表些什么呢 那就是为什么他会破产的呢 那其实council破产都不是新鲜事 council呢 在过去的十年是破过三次产的 那 但是呢 今次walking的那个 我才可以破三次的 他破完又破了 破如轮转 今次破完 不够 下次再破到 但他破产就一定有些原因的了 那 乱当人说 没有钱了 是 你对 终极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钱 这个是的 但是 那为什么会令他没有钱呢 我今次讲讲walking这个council 是什么事呢 就话说呢 这个council呢 其实每年 他主要可以用的钱的额度呢 嗯 就大概是16个million 是 那就是由tax payer给的啦 council tax 或者是政府交换了某些resources 各样东西 是 加起来 2022-23年的cora的funding呢 是16个million OK 那但是他今次破产呢 是因为他外面欠街数 欠了1.8个billion council是怎么欠街数呢 哈哈哈哈 就是因为呢 他本身他可以用的funding不够 是 不够他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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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类似的 其实是类似的 但他就不是走入casino那里博 他就走进去这个property里面博 grp 因爲aders 其实walking council本身 已经是有负债 那他就 其实每年都在问政府 就是问中央政府 gel gel 那就是去应付它的开资啦 另外还有一些 council的开辄 不只是说那些 那些消防,警察啊 救护啊 公园啊 Manager 或者是去就是hag 跟那个生주� lentil 其实大家在honcil里面 一想用council破产呢 我第一次想到画面就是 有沒有人倒垃圾? 對,有沒有人倒垃圾?你別說那麼多 我這個星期垃圾桶有沒有人清? 這個現在回答不了你,因為我不是工作人員 因為他要支援很多不同的服務 其實有很多道路管理、維修 維修很過癮的,你看到那些工作人員 因為我自己住在家裡 附近經過一條必經之路 那條必經之路就在兩個協議中間斬開一段 左邊就屬於這個協議,右邊就屬於這個協議 但一條路破壞,他不只是破壞你的協議 他只是破壞到他那邊 我破壞了,我只是破壞他的協議 這邊不會破壞的,不是這樣的 但他破壞路,他就只是破壞他自己的協議那邊 最大的地方就沒有人破壞 對,總之剛剛窄界明明很難,不關我事 那條線打後的那些都不是我的地方 那就會變了一條路明明是應該整個舖 他就舖一半,一半舖是沒有事 半舖有事 這個council funding是有很多地方要用的 那家庭就每年都欠錢的 即是每年都要問政府量水 那可能裏面council的,即裏面的人就覺得 我是不是要搬一招呢? 即是要翻身的嘛 連年這樣負債都不是辦法 所以他就在大概covid那個年代開始 就已經是投資一些房地產 其實就是,所有council一直都有投資房地產 但他就比較厲害 他是選擇那些時間投資什麼呢? 投資摩天大廈和酒店 你投資酒店,在covid的時候投資酒店 因為你知道council,你政府的東西 反應一定慢的嘛 你不跟你的私人機構 可能計劃了很久的 你不會看到外面封關了 哦,酒店好啊 現在是起床的嘛 沒事的,最多五六年沒有錢 你不會,因為正常人等不到 但是council不同 council的反應通常是慢兩拍的 就是政府 所以他可能一早已經是投資好了 必好了 你答應了你一定要硬著頭皮也要去做 就是因為這樣 投資失利 外面就欠了1.2個billion街數 再加上他問中央政府借的堆錢 total的數量就是1.8個billion 那你想一下 他又16個billion 他一年收回來只有16個billion 外面欠1.8個billion 我稅數神算粗略一計 因為他欠錢的幅度 大概是每年收回來的100倍左右 由於council本身是由保守黨去控制的 過往也是的 但是因為上一次council選舉之後 就是由leap them執政了 就是leap them 就takeover了 他那個leadership的地位 那所以呢 現在是leap them去執政了 但是那些investment 所有投資的決定 全部都是由保守黨 當時的mp去決定的 就是那時候的council去決定 好了 現在呢 因為真的欠太多錢了 那唯有怎樣做呢 就是政府出了一張叫做section114 那其實它是什麼號碼呢 你不需要理會 主要呢 就是這個禁令一出了 council就要freeze它的spending 就是它不能夠再洗一毫子 除了一些必要的服務 即是倒垃圾 既然是倒垃圾 沒錯 所以呢 其他大的東西我未必回答到你 但是倒垃圾方面呢 理論上是應該是會繼續有的這個服務 但是呢 114這個section114出了之後呢 除了freeze它的budget 它還要將它現在的council reserve了的所有錢 都要拿出來 那你的council就算欠錢 它也肯有些剩下的 可能有五五五十個八個million 那些都要拿出來 然後呢 就要看一下去賣它的資產 即是那個council呢 現在粗略估計 它有六百個million的資產 是 那就不知道怎樣要賣它們了 但是其實是 即是六百個million 是的 股價低了 那股價它不單止蝕得多 它自己資產的股值也比預期少 是 那這裏已經是雙重打擊 是 那再加上譬如 那些funding呢 可以有一些 譬如你那十六個million 你裡面還有一些是 建公園啊 修橋保路啊 養草啊 是啊 或者daycare那樣東西 那些不好意思了 非緊急的全部CUT 總之 總之不是會影響到日常 民生的 喂 它全部東西都會影響民生的 是 不是影響到你很厲害 即是你非一定要有不可的那些呢 例如是倒垃圾 其他的那些呢 就難說少少 那好了 如果他出了這個Section 114之後 那又如何呢 這樣 那根據這個新聞的報導 那他現在freeze了這個budget之後呢 那他的council呢 就可能會是解散的 是 但是解散之前呢 大家都要先課水 因為他的council現在欠這麼大塊錢呢 他下一次council tax的加費呢 現在有機會是去到15%或以上 還有得以上嗎 15%不是已經是最高的了 不肯定 總之就minimum charge是15% 哇 OK 那這個呢 就會是你少了service 是啊 你近乎沒有service 但是你要給15%的council tax 這個是此其一第一個影響 是 第二個呢就是 council呢 是會被takeover 那就不會再有一個working council working council 是很難讀 working working council like I woke up work up OK 這個working council呢 就不會再存在的了 那就會是由中央政府呢 是再重新去策劃那個council 怎樣分配 例如Northamptons 曾經試過破產就是這樣了 就是被takeover了 然後呢 就由另外兩個全新的council 就去掌管那個區域 就將它拆開了 那總之他無論怎樣拆都好 都不會是現在這個狀態 就是整個架構呢 都會有所改變 那最後那1.8 billion 怎樣呢 那1.8 billion呢 根據報道呢 就是現在現有的council 他還得的就還 就是問得你拿的就問你拿 總之到他還不完 剩下那一塊呢 是 理論上 就是會是由全國的人民吸收了它 就是變成國家的債務 是 那你就變成你自己負自己的債務 應該是這樣 但是 實質他怎樣計劃 什麼時候會做我剛才以上說的事情呢 沒有消息 現在暫時只是說 是去到session 114的階段 第三單消息呢 就是一單好消息來的 嗯 那我懷疑呢 蘇格蘭的政府呢 是可能有聽到鬆仔亂說 有聽過我們討論過大學學費這個問題 是 那所以呢 有見及此呢 我說笑而已 我不覺得他有聽過 現在呢 蘇格蘭的政府就宣佈了 香港來BNO visa的人士 是 只需要在英國住夠3年 是 就可以local入蘇格蘭的大學讀書 哦 是的 Specifically Specifically 是香港BNO visa 那這個是非常好的消息 我覺得其實 某程度上 問題已經解決了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你 真的現在是 適靈進去讀大學 你又考到 而你因為學費而讀不到的話 嗯 起碼at least 你現在有一個option 你可以選去蘇格蘭那裏 讀蘇格蘭的大學 嗯 而你是不需要給OVERSEA的收費 是的 但是你要符合這個條件 你必須要在蘇格蘭的地區住滿3年 如果你在英格蘭住滿3年 你是不符合資格的 但是也好啊 起碼叫有個選擇 你可以搬去蘇格蘭住 喏 可能卡在什麼人裏呢 就是那些 現在就懂得寧入大學 但是他在英格蘭 就不在蘇格蘭 那他要上去 就重新要等多3年 是 是嗎 是的 或者 或者蘇格蘭 如果你等 如果多住兩年 又是否叫做有五年呢 我都不肯定 即是你說英格蘭住三年 是 再搬上蘇格蘭住兩年 那齊頭 是否算這五年 你就可以申請 這個永居呢 也是啊 這個問題有沒有人帶起過 我其實也不知道答案 如果你知道答案 有辦法在留言箱裡告訴我 從來沒有人問過 真的 至少我沒有聽過這個問法 對 對 因為這件事 所以帶起我這個移民 那會不會說 其實是你在這裏住三年 在上面住兩年 都其實齊頭 你都已經算在英國住了五年 應該是這樣算的 我估計是這樣算的 嗯 但是你給了一個 挺好的選擇 現在的 適靈入大學的年輕人 那你就算英格蘭這邊沒有 那你在蘇格蘭有 嗯 那他也有很多好好的學校 Saint Andrew City 那你 就算你進不了 你真的心疑在英國倫敦 帝國理工 那樣 但是你有得上去蘇格蘭 可以讀繼續學業的 不用再丟棄他三四年的 那已經是一件好事 安全圖啊 Prince William都是在那裏讀的 那怕你可能讀了三年 那你再算你自己住那幾年 那就剛剛沒有夠了 那就夠五年了 那你之後可能再讀Master那些 那你就有收Local學費的了 嗯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還有剛才一個重點 我不記得說 嗯 在蘇格蘭如果你是Local的話 就是當你Local的學生收你 嗯 是不用付錢的 是free 免費 全免 free of charge 完全零 學費是零 私學 是的 那所以呢 只是這裏 那都沒有所謂啦 是吧 我讀不到那間厲害的 那入蘇格蘭的大學都ok啊 是啊 不用錢啊大哥 所以呢蘇格蘭的政府呢 對香港人呢 真是不薄 說真的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之慷慨的措施來的 而且你看到呢 從他這個措施你看到呢 蘇格蘭的政府呢 是更加value香港年青人那個潛能啊 那個potential 而可能是阿辛偉誠未必看到那一面 因為他是specifically給你香港人BNO的申請者嘛 是啊 即是很specifically 是的 即他是看到 將來這一班就是社會的棟樑 我只是需要你來蘇格蘭住 嗯 住夠三年 你都住夠三年 裝入大學 即是六年的啦 你應該又住了六年了 那你第二天 你已經是一個scottish來的了 到時你說的英文我們就會聽不明白了 這個是一個downside 一個不好處 但是不要緊的 ok 那起碼你是可以在蘇格蘭那裏 是貢獻回蘇格蘭的社會 即是他看到這個potential 和這個未來 嗯 那我覺得其實只是這一方面呢 我們都真的很感激他 還有是有一個前瞻性在這裡 蘇格蘭政府 好了 那節目完結之前呢 想和大家介紹一件事的 那我相信其實很多香港人都已經知道了 就是這個風車草劇團呢 他們一個 和香港人很有關係的一個話劇 叫做回憶的香港 本身呢 就是幾年前在香港公演了 那但是現在呢 就終於有機會可以來到英國都公演了 那這個話劇呢 就主要是講 一些香港的人和事 那我相信大家呢 因為感受會非常之深的 所以呢 他一開賣呢 我是未來得及幫他公演呢 那已經是賣了所有的票 因為本身我一直都是跟他們聯絡著 他們想我們幫他出一個IG Facebook post 那但是呢 我是未必出動 就是完全不用打字之際 他已經賣了所有票 那現在出的這個呢 是加場 那就是在 6月8日早上 10點鐘要一買 其實我也遲了 現在已經是6月10日了 那如果大家要買的呢 我不知道買不買到 我儘管 儘管試一下大家 那就是9月9日 和9月10日兩場的 那就會是在倫敦公演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而你又可能 就是覺得自己很幸運 買到票呢 那你就可以上去這個叫做 sadlistwealth.com 那裏呢 去買這一場 畫劇的票 那就買不買到 我都不知道 幫你不到 因為 非常之受歡迎 他們自己都應該是 估計不到會 那麼多人想看 那但是 一定會想看的 因為這是記錄了 我們香港人的回憶 而且你在英國這個地方 再去看回這個回憶 你是在回憶著回憶 那所以是更加會 令大家是有更深的感觸 好了 那麼今集節目呢 去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個鐘仔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幾時出片 下集再跟大家見 拜拜